魔尼金色 英国记事集 事业 学业 相关问题 普空德 系列 命中注定的福报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目前待的这家公司 让我看到人性的各种贪嗔痴 频繁的人事斗争 家中有妻小 却在外装单身 到处交女友 想尽办法A公司的钱 把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放到自己的口袋中 用尽心机还沾沾自喜 自以为聪明伶俐 保持权力就想占上位 但占着位置却未能脚踏实力地做事情 做任何事情都想占别人便宜 A点D 还觉得是应该的 看到这么多人事纷扰 只有一个贪能形容 若大家都能端正信念 发自内心 做一个端正的好人 这个世界一定会更美好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能更和谐 人生在世 要尽自己本分认真努力 不能贪财 贪色 贪名利 要求自己要努力认真地工作 秉持着良好的品性和言行举止 就会为自己累积附加价值 努力工作 财富就随之而来 品德优良 人们就会敬佩欣赏 不贪财色 就不会晕传务势 家庭也能幸福美满 人要正直 三观要正确 行事要端正光明磊落 一定要做个正直善良的人 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伤害他人 透过伤害别人得大的东西或财富 会大量耗损自身的福报 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也难强留在身边 很快地就会消逝 这些道理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却很困难 身处于人事纷争的环境 我也常因此着想 迷惑 最近遇到一件事 有位主管想抢功劳 把我的工作抢走 直接上报老板 当下我有点不开心 明明是我的工作 在这过程中 我也付出很多心力 他怎能把所有的工作成果当成是自己的 而上报主管 心里有一把火难以平息 我马上离开现场 不想与他对谈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平复情绪 不希望因此产生冲突 我反省自己一走了之的态度并不好 那位主管又追到我办公室 要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我当下虽然不想引起战火 但心里还是非常不开心 最后不断地提醒自己要转念 既然这么想抢功劳 就让给他 反正我现在也很忙碌 事情做不完 少这一件事情也很好 这世间有太多纷纷扰扰 近年天灾人祸频传 无常和意外带走许多宝贵的生命 生死就在转瞬之间 何必为了一件俗事挂爱 转念就好了 要学习 要学习把心量放宽 放大 包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事物 人要学习在生活中历练 心性才会提升 智慧才能成长 以上是有缘人的分享 古有云 命理有时终须有 命理无时莫强求 命中注定该是您的 任何人都不能破坏 不能夺取 不会失去 不该是您的 无论您怎么强求 如何挽留 最终都会消逝 人生在世 所遭遇到的一切 都是磨练和考验 因心性还没提升 智慧尚未圆熟 所以要借由尘世中的各种事物像 来砥砺 锻炼 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开阔宽广的胸怀 促练成熟圆融的智慧 修正无名恶习 成就心性上的真善美 圆满来到这世间所遇到的人事物 人生在世 不可能不遇到挫折 不可能没受过伤害 这些逆境不是为了打击您 也不是为了拖垮您 让您从此一蹶不振 对人生失去信心的 而是要让您从这些文远奉意中了解宇宙万物的本质 看透世间万物原本就是一盒相 都是来让我们历世恋心和借甲修真的 要珍惜在人世间的短暂光阴 让自己借由各种磨炼提升心性 锻炼看事情的深度和广度 智慧是累积而来的 人越磨炼就会越来越成熟圆融 心性提升了 人生也能越走越顺遂 想要财富全世 声明威望 万事顺遂都需要靠自身努力打拼 再加上福报充盈才能顺利获得 若自身不肯努力 福报不足 业障深重 那您的人生就只会有操心不完的烦恼和痛苦 然而 这些身外之物都是人生的不佳价值 并非本质 如同上述有缘人分享 人生在世 要尽自己本分 认真努力 不能贪财 贪色 贪名利 要求自己努力认真地工作 秉持着良好的品性和言行举止 就会为自己累积附加价值 努力工作 财富就随之而来 品德优良 人们就会敬佩欣赏 不贪财色 就不会晕船务势 家庭也能幸福美满 人要正直 三观要正确 行事要端正光明磊落 一定要做个正直善良的人 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伤害他人 透过伤害别人得到的东西或财富 会大量耗损自身的福报 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也难强留在身边 很快里就会消逝 以下引用字 净空法师说法 我过去在香港 陈郎老居士告诉我 他年轻的时候 跟李嘉诚先生就认识 这位老居士命向风水很高明 李先生没发达之前 找他看 他就问李先生 你希望将来有多少财富 你就满足 李先生告诉他 我能够有三千万港币 我就很满足了 陈郎老居士对李先生说 你命以头财库很大 不止三千万 你将来是香港首富 真的被他算中了 所以他后来就成为李先生的顾问 命里头有财库 无论你经营什么事业 你都发财 命里头没有财富 你跟他经营一样的事业 你会赔本 中国古人说得很好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世间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认为这是迷信 我们了解 知道这是事实真相 命里无时莫强求 求不到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有的丢也丢不掉 你命中没有的会被别人破坏 会被夺取 这个一定要懂得 你命里有的 任何人都不能破坏 任何人都不能夺取 凡是别人会破坏 会夺取的 都是你命里头没有的 学佛的人懂得因缘果报 所以没有一丝一毫 强求的念头 强求不能成就 强求要是真的有了成就 那也是恰好因缘碰上 他的因缘在这时候成熟 碰上了 强求要是不能成就 就晓得缘没有到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强求到的 还是你命里头有的 你说冤不冤枉 明白这个道理 积功累得就好 佛菩萨之果地 是要积功累得才能修成 所谓得 就是利益众生 能够舍己为人 利益众生 长存此心 这是德 佛在大圣经上告诉我们 要大修功德 要积功累得 我们才能成就 尤其是现在 整个世界动荡不安 只有修福 积功累得 才是真正的保障 有福的人不管在哪里 他都安全 他都有福 你要晓得 积功累得 是多么的重要 以上引用完毕 遇到逆境时 要如何面对 如何解决 首先 自己的心念很重要 如果遇到挫折 逆境时 第一个反应就是 怨天尤人 想讨回公道 发泄情绪 恶言相向 等等 这样完全没办法 解决任何事情 反而会让事情 往更糟 更不利的方向 发展 面对逆境 和阻碍 最好的心态就是 善互念 将心安住 不要随外境 起舞 要鲁鲁不动 沉着冷静 心静下来 灵感才会 静得来 才能很快地 想到 有效且 有用的 解决办法 化解 人生的 疑难 杂症 知足 常乐 才能 杜绝 过多的 欲望 心 才会 清静 无挂碍 世人 不快乐 的原因 大多是 想要的 想求的 太多 欲望 深坑 难以填满 就会 掉入 自己造的 贪嗔痴 陷阱里 作茧 自福 执心 越重 烦恼 就越多 烦恼 越多 痛苦 就越多 人生 只有 短短的 数十 函数 若是 浪费在 烦恼 和 痛苦 之中 您觉得 值得吗 若是 无常一道 连 但我们一定要 学习 放不下 人生 就是苦 海 我们一直 在这里 浮浮 沉沉 超烦 痛苦 不断 若能放下 人间 就是 净土 我们能 静随 心转 随 遇 而安 心静 则 国土 静 心安 则 国土 安 知足 而常乐 就是 这么 简单 南无本师 释迦 摩尼佛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 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 实际的 修行法门 藉由 实际 解决 众生 累结 累至 因果 业障 问题 治 因果 病 而将 佛法 落实到 家庭 生活中 普度 持行 我们不接受 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 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 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 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 因果病 无论 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 请示 有医生 看到 没医生 有神 问到 没神 者 不妨 一试 因为 经许 云空 分别住在 不同 县市 且 平日 各有 工作 只有 星期天 早上 才开办 祭祀 现场 请示 台湾 彰化县 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 271号